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这一句话重要 这是佛陀教育 第一句话告诉我们 你学佛就要成佛 你不成佛你错了 中国古人讲的 人之处行本善 本善是圣人 你好好的学习 你是圣人 你本能是圣人 人人是圣人 佛法人人是佛 这是真正的教育 究竟圆满的教育 这种教学的目标 定得多殊胜 我们接受教育 为什么 成圣成心 世界法 在佛法里成佛成菩萨 你是佛 你是菩萨 你在社会上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 都是菩萨 我最近 有同修送了几篇 日本道圣和福的蝶片 昨天又有人送过两篇 也是他的 我还没看 这个人圣人 日本人称他为精淫之神 他经上五十年 从来没有失败过 人家问他 你这些理念 方法从哪里学来的 他告诉别人 我是从中国 三千年前 两千年前 老祖宗们的学来的 他公司里面 他提倡的四个字 尽天爱人 这中国老祖宗们提倡的 尽天 天是什么 天理良心 人要凭良心做事 公司非常兴旺 跟外国人经营的理念 完全相反 外国人讲经济理念 赚钱第一个是老板 不顾员工的 他是学了中国传统的东西 孟子所讲的 名为贵 军为亲 人是什么 员工 军是什么 老板 所以 他真做到 他的公司 盈利 第一个分给谁呢 分给员工 员工 本来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顾客 公司的利益 在最后 他经营成功 员工都把公司当做自己的 尽心经历了 他对员工照顾 无为不止 跟员工是亲兄弟 亲姐妹 那是这样的关系 他做成功 不一致财 不一致财 决定不去 他们银行存款多 银行利益很少 利益很 利息很少 劝他去投资 像房地产 这类生意 他不要 他说那是不一致财 我没有付出劳力 我就赚钱了 这个钱 不好 不要 我赚的钱 一定是我 出了力 我的劳力 我的心力 这个是可以得到的 他讲一言 讲道德 在中国做了几次讲言 现在这个蝶片流通和很多 我也建议香港 有一些商业界的朋友 请他到这来 讲讲他的经营之道 好事情 他非常欢喜 把他的经验传给大家 他不保守 他不吝啬 这是一个道道地地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生意人 菩萨了 经商 商业商人里面的菩萨 他从政 那政界的菩萨 他从教学 学界的菩萨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 圣贤人的事业 菩萨事业 我去银宣购 他从政界的菩萨 他从政界的菩萨 是从政界的菩萨 是这样的 他从政界的菩萨 我从政界的菩萨 是这样的 他从政界的菩萨 那些菩萨